通常工作的工作 工作室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需要提供盥洗的服務呢? 因為其實吴嘉哥在沒有固定可以盥洗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都是在 公園的 那可能你今天有賺錢的話 你可以去旅館住宿加洗澡 那一次那個金額高 對他們來說負擔會很重 那像香頌早上這樣子可以免費監洗 然後又有熱水 然後又是可以 身臟友善女性友善的地方 其實是很少的 那因為有這樣可以固定預約來監洗的地方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培養這個習慣 然後也可以舒適的監洗清潔 那我們從開幕到現在大概兩個月 那原本的人士可能一天就有幾個人 交不到啊 就是大家還沒有很認識香香早上這個功能以及地方 那現在呢已經可以達到35至45人 這樣子固定來監洗的洗澡人士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個地方有很多人可以來支持 讓我們可以穩定的走下去 很多好奇為什麼無家者會需要洗澡 他們不是喜歡又可以去外面睡嗎 但其實有大概七八成的無家者 他們有行動能力或有工作意願的很高 所以他們需要一個可以洗澡的地方 他們穿上裡面的衣服 去面試 去工作 或者是讓自己的身心更舒暢 然後就是我們考慮 第一個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以監洗為服務的據點 那我們這邊主要呢 就是提供無家者可以來這邊監洗 然後有熱水可以洗 他也可以放上更新的衣服 然後他可以來領取物資這樣子 那目前呢 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 其實有不加格以外呢 如果萬華周遭地區的 或是主持人 我們也慢慢認識他們 那因為我們的萬華是 佔領生根的組織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據點 可以跟李明一起建立起 很好的社會安全網這樣子 那目前呢 我們主要提供的服務 除了萬洗以外 我們也會提供物資資源 那物資資源 包含了泡麵 罐頭 麵包等等 飲料 包括那些 除此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有熱食啊 比如說像熱便當 熱粥 熱湯 那衣物部分呢 比如說喚洗衣物呢 喚洗內衣褲 也是我們希望可以有 物資進駐啊 可以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 香香澡堂這個地方 你當然要快點 bow 蝦 喚洗 喚洗